大家好,我是瑞姐 我现在的位置是西皇城跟南街 位于府右街和西四南大街之间 距离故宫只有1.2公里 前方有一座大院 西皇城跟南街九号院 这里就是清代赫赫有名的李亲王的府邸 称李王府 我们知道清代共有12个田茂的王 公封的8个,三封的4个 其中以李亲王的地位最高 身份最显赫 被称为铁帽子王之首 第一代李亲王是清太祖诺尔哈赤的次子戴赫 在清朝朱王大臣上朝列班的时候 李亲王一直都是班首 发言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 这个规矩一直沿袭到清末 这一座府邸是戴赫的孙子杰叔 西封亲王以后新建的 李王府的规模宏大 庭院深深 在北京啊 有句老话说 李王府的房 玉王府的墙 意思就是说啊 李王府的房子 多的没得比 玉王府的院墙 没有比他更高的 由于王府的前半部分被单位占用 我们进不去 现在我们进后院看看 后院虽然住了一些居民 但是有一些老建筑 至今还保留着 右侧长长的一排老房 就是当年王府的后照房 从东到西 目测有100米左右 后照房前原来有油廊 可惜被后来的住户封起来当房间使用了 其他的结构基本没有改变 整座院子非常安静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 这时候 我突然想到民间流传的 关于李王府的各种故事 虽然知道那些都是不科学的东西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 故事中的十大妈 是满族人 曾经是李王府的包一家奴 在那期间 他所看到的环绕王府 三米多高的旋风 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 至于十步之外 根本就没有一丝风的说法 显然是有些夸张了 如果周围的风力都和旋风一样强劲 那旋风就不叫旋风了 至于对面一座废弃的三层楼 半夜传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实际上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工作人员 把那里当做宿舍 门口挂满了刚洗过的衣服 所以在一楼的走廊中间 就能听见水滴往下掉的声音 那些闹什么动静的说法 根本就不存在 在当时象征着黄泉的王府 向来都是高墙大院 守卫森严 在老百姓的眼里 充满了神秘感和恐惧感 所以王府的深宅大院 也就成了这种故事流传的载体 这是后照房的中间位置 也就是当年王府的后门 后照房通常作为仆人房间或库房 王爷和家属都住在前院 目前李王府除了后照房 保存完整以外 中路的主体建筑 大多数都保留下来了 东路的几个院落 也保存比较完整 只有西路的大部分建筑被拆除 原来李王府的中路是七进大院 东路是十二进 西路是由花园和乌宇等十一进院落组成 整座王府共有房屋四百八十多间 1927年李王府被全部出售 成了华北学院的宿舍 现在大部分为某单位办公使用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